各位先進 各位同仁 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這個下午有機會來分享 關於資場霸凌的一些研究上面的心得 然後它剛好也是最近非常熱門的一個話題 那資場霸凌其實包含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我們有個分類圖 其實資場霸凌裡面包含了騷擾 性騷擾 還有各式各樣我們覺得資場裡面不受歡迎的行為 所以目前最受矚目的是資場性騷擾 它其實也是資場霸凌的一種 所以在這個我們開始處理資場性騷擾跟資場霸凌 它其實是我們這個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象徵 就是說我們以前在職場裡面 我們覺得你工作就工作嘛 雇主賺你幹嘛就幹嘛 你有什麼話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你是給人家雇用的 但是後來我們慢慢發現說 錢要賺可是文化也要有 我們要用很合理的方式來進行雇用關係 所以剛剛郭老師應該提到很多勞共契約裡面的原理原則 然後這邊我們要進一步去探討的是 職場裡面的互動有沒有是職場霸凌要去介入的地方 所以這是職場霸凌我們一開始在思考的時候 它為什麼會變成一個法律上的議題 這是第一個要去思考的問題 在就跟職場性騷擾一樣 在以往的一個設定裡面 大家會覺得說 你在職場裡面騷擾別人 那是你自己這個人不好 你自己有問題 是你的家教不好 你老師沒有幫你教好 所以你應該自己回去想辦法 或者你自己去外面告 這不是職場的雇主要去處理的問題 霸凌行為也是一樣的事情 如果說你的職場裡面出現了 讓你覺得很不舒服的一個情況 或者說有人對你大聲斥責 有人對你進行壓力 過度的壓力這些事情的話 大家原則上也會覺得說 這是人的風格的問題 或是職場上本來就會出現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用法律來處理呢 這怎麼會是我們法律要去介入的事情呢 這是一開始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 什麼時候開始這個事情我們要用法律來解決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一直圍繞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是一個法律應該解決的問題嗎 如果說你要解決職場霸凌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解決 有人會走心理諮商 有人會走人力資源管理 有人會就雇主跟你坐下來喝杯茶 或者是主管先喝個咖啡 把事情彈開來 但是你說要用法律去解決這個事情 大家會覺得有需要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法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如果說你的主管就是非常的高壓力型的 他覺得就是要這樣才能逼出你的成果的話 那你要解決他改善什麼事情呢 所以這都是職場霸凌讓人家覺得非常難以處理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個很粗略的一個概念 說我們目前我們職場內不受歡迎的行為的分類大概是怎麼樣 法律可以應該要介入的部分是介入到什麼樣的深度 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從這四個大概念大的這個分類 去瞭解到說我們今天要獲得的東西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職場霸凌的定義跟管理是怎麼樣來處理 我們總是要有個定義嘛 當我們要思考說 法律人要不要用法律來介入這個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你還是要有個定義啊 要不然你怎麼去啟動這個事情呢 我們總是要有個界限 那第二個我們就看一下職場霸凌的樣態和對當前法治的挑戰 通常我們決定要進入到法律的處理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要先掃一遍說 我們現在手邊所有的法律 民法刑法勞基法各式各樣的法律 處理到什麼階段了 有什麼漏洞 然後我們再來想說 那現在是要用民法刑法直接處理呢 還是說我們要另外開一個法來處理 這是在這個地方會帶大家去掃一下 就是說 原則上我們會發現 其實職場霸凌現在的法律規範的強度不夠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有效的法律 在既有的法律裡面就處理職場霸凌 那台灣判決的趨勢是什麼呢 在我們還沒有一個職場霸凌法出現以前 大家覺得就沒事了嗎 我們還是會告啊 我們還是會申訴啊 案子還是會進法院啊 所以法院會比我們這個律師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相關的專業 比如說人資更早必須要面臨這個問題 案子進來了總是要判嘛 你總不能說這個東西我們法律還在討論中 所以就退回啊 就駁回不可能啊 所以他還是要判 所以他還是要判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已經先從判決慢慢累積出來一些 他覺得在台灣的目前的法治下 職場霸凌的界限 以及他可以 雇主可以說的 什麼樣的抗辯 勞工可以提出什麼樣的證據 他已經慢慢呈現出來一些依據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四個案子 帶大家來看一下的一個地方 最後一個結論今天就是說 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說 職場霸凌現在大致上的處理 應該是朝向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今天如果是你進入到 我們案子裡面 案例這些事實的話 你會怎麼樣來判斷這個職場霸凌 職場霸凌的判斷其實蠻有趣的 它是一個很明顯是雇主管理權 跟勞工的權利在互相交接的一個案子 你很難看到一個案子裡面 當然有時候案子這個霸凌案子 一看就覺得很明顯就是 這個霸凌者就是個壞人 沒什麼好講的 就直接給你處理下去 但有更多的案子裡面 你會出現說 被申訴為霸凌的這個人 他好像也沒那麼壞 某種程度上有一點合理性 但是你一定要做到這樣子嗎 你說人講話就講話 你一定要這樣講話嗎 那他說我不是這樣講話不行嗎 這是管理權這個部分 那勞工的權利這邊也會有另外一套想像 它是不斷的在糾結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是在最後結論間 我們還是會帶大家來重新去看一下說 目前我們糾結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相對明確的判斷基準 這是我們在這個最後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的一個結論 大致上了解我們的這個方向以後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部分 是不是真的江湖市江湖處理 這是一個回溯回去的概念就是 之前大家常常講說法不入家門嘛 為什麼呢 因為法律不是一個唯一的一個標準嘛 家裡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要考量 在職場裡面其實大家也是這樣講 大家從來講說 其實我職場裡面如果出現了糾紛 我們勞工之間或者是上級跟下屬之間 出現了口語衝突或爭執的話 這種事情其實應該我們內部解決啊 因為它是我們內部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你要去外面找一個人 或說你要拉一個坐在法院裡面的法官 來處理你公司裡面的事情 不是有點奇怪嗎 難道這個法官有比較了解說 你們之間的工作狀況為什麼會出問題嗎 所以職場裡面也會有這個 是不是要江湖市江湖處理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職場裡面的糾紛 就是讓職場裡面的人 相關的人來解決 那我們大概也可以了解到 不是所有的不受歡迎事件 都值得以外部法律來介入 所以我們開始在擴張這個概念囉 什麼叫不受歡迎的事件 我們現在要把這種東西擴大 就是我們試圖要去定義什麼叫職場霸凌 但我們發現不是職場裡面 所有讓人家不爽的事情都叫職場霸凌 這是第一個我們必須要畫出來的界線 因為職場裡面本來就會有很多 讓人家感到壓力與不愉快的事情 那也不是所有都值得我們用法律來介入喔 有的時候你就是要用企業文化跟內歸來因應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有的公司的文化是 我們公司的文化是速度快 我們公司的文化是大家會比較團隊合作 就每個公司有不同的文化 也不能夠說這個公司的文化比較壓力大就叫霸凌 另外一個公司的文化比較chill就比較霸凌 我們必須要尊重每個公司有不同的一個狀態 但是回來看的話說 如果說好那我們職場裡面所有的行為 都讓公司內部內歸來處理的話 這樣OK嗎 就出現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因為你又開了一個法律的一個空窗嘛 你說我們公司的就是俗稱高壓 你們一定會聽過什麼某某某科技公司就是很高壓的 他們可能講話會比較硬 比較急迫 所以他可能會出現一些罵人的言語 但他說這就是我們公司的文化 你來我們公司做事就要了解這個事情 但你說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有點奇怪 因為如果說你在一般的社會裡面 一般的社會裡面 如果大家知道很多刑法上面的判決 你如果沒事在一般社會上罵人家三字經的話 會構成公然侮辱罪嘛 所以如果說你在一般的社會上面已經違法 構成刑事犯罪的東西的話 為什麼他的常遇到了職場裡面以後就沒事呢 就可以說這是我們公司內部的事情 我們公司內部的話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能告 不就有點奇怪嗎 所以我們不能夠解讀成說到了職場以後 全部的事情就是職場內規處理 江湖市江湖處理就可以沒事 這是我們畫出來第一個界限 同時司法體系也會很難心喔 司法體系如果說好 那如果說我們接下來真的要制定職場霸凌的法律 然後允許所有的職場霸凌都可以到法院來告 所以你會多一個請求權基礎 除了比如說侵權行為之外 你多了一個請求權基礎叫職場霸凌 我要給你求償 如果你多了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各國的法院在制定法律都會抗議 他會說你這樣會知道多少案件嗎 如果說你公司裡面的大事小事不愉快的事情 都可以變成一個請求權基礎來告的話 我們的法院就被你這個案子給沖垮了 我們每天處於你們公司裡面的矛盾糾紛 我們其他事情都不用辦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案件量的一個考量 也就是說我們在思考到底什麼樣的案件 我們要用職場霸凌來處理 什麼樣案件職場霸凌不應該介入去處理的時候 案件量也是一個要思考的點 所以換句話說 到最後來看的話 到底職場這個江湖 我們要介入多深 介入多廣 這是一個在立法政策上我們要考量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正在立法 或是我們在朝擬我們職場霸凌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就去思考問題 你們也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搭配等一下的目前法院判例的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已經管太寬了 還是說你們覺得這應該也是管的 還算合理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來進行一個定義 我們先把所有職場內 讓人家不越感到壓力不滿意的事情 言語跟行為都叫做不受歡迎行為 我們先畫一個最大的框 那這個框畫出來以後 我們先來看這個圖 我們協助大家來判斷一下 如果說所有讓人家感到壓力不悅的行為 都叫做最上面的這個大框架的職場不受歡迎行為的話 我們剛剛也跟大家提到過說 不是所有不受歡迎的行為 都值得我們用法律來介入 都值得我們用職場霸凌來介入 所以從這個圖表你會看得非常清楚 大致上職場不受歡迎行為 還可以分成職場霸凌跟非職場霸凌兩種大區塊 職場霸凌的行為 什麼樣的行為一定會變成職場霸凌行為 如果你已經違反民法刑法 或勞動法相關的事情 我們覺得你勢必是一個職場霸凌行為 為什麼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說這個事情在一般社會上已經是違法了 已經違反民法你可以侵權求償了 如果說已經是形式上的違法 你已經會被告了 你已經會要去坐牢了 如果你已經違反勞基法可以開法了 這種事情都已經在一般社會上已經違法了 沒有道理到了職場以後 他就變掉 他說我們不管這個事情了 所以第一步 如果他是個違法行為 他勢必是個職場霸凌的行為 我們法律就應該介入 就可以去管 第二個 違法歧視與騷倒 違法歧視通常是放在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項 有一大堆我們就業歧視的項目 什麼年齡、種族、出生一大堆 如果你已經構成這種就業歧視 性別工作平衡法、性情向歧視 各式各樣的歧視 如果你已經構成的話 他就一定也是個職場霸凌行為 所以你如果做了一個性別歧視的行為 在職場裡面 你可以告性別歧視 你也可以告職場霸凌 因為在判斷裡面 他的惡性已經達到職場霸凌 那歧視與騷擾下面又會分嘛 分為違法騷擾跟違法歧視 歧視不同之道 騷擾的部分是另外一塊 也就是說 有的時候是歧視 就是說雇主或是你主管對你做出差別待遇 有時候只有騷擾 他沒有做出差別待遇 但是他還是一不斷讓你工作上面很困難 所以如果他因為性別上面的差異 對你做出僱傭與否 近身與否的差別待遇 這叫做歧視 如果他因為性別的差別 對你進行一些言語上面的一些騷擾 他沒有做出差別待遇 那就是騷擾 他有不同的一個樣貌 那騷擾裡面又分為性騷擾 跟其他騷擾 性騷擾又分為性騷擾跟性別騷擾 這是目前我們大致上 我們整個違法行為的一個分類 但是照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整塊區域都是放在職場霸凌行為下面 所以你只要是有達到違法狀態 目前實定法已經違法的情況之下 他勢必是個職場霸凌 那如果你沒有達到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就是這一塊 這就是我們現在職場霸凌 要去判斷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並沒有違法 所以他是不是霸凌 我們要去實質上的判斷 但從這邊來看 你就可以把它拉成一個霸凌行為的光譜圖 所以一樣我們把整個不受歡迎行為 拉出來 作為一個情結 輕微到嚴重的一個光譜 的一個判斷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嘛 我們現在大致上把行為分成三大類 第一種是違法霸凌行為 因為你已經違法了 你已經違法了 你勢必是霸凌啊 違法霸凌行為 因為民情勢啊 或是說就業歧視各式各樣的事情 構成霸凌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什麼 不合理的霸凌行為 也就是說 你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任何法律啊 可是你又覺得這個行為 這樣OK嗎 這樣沒有太超過嗎 沒有太惡劣嗎 它有可能就落在未違法 但是已經不合理的行為 這裡面會出現哪一種 哪幾種類型 就是大家以後看到職場霸凌 最可能會出現的狀態 第一個 不合理的職場管理 第二個 過分的人際摩擦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跟那個在對比 第三種行為叫什麼 非霸凌行為 我們會括弧一個合理 為什麼呢 因為它代表合理的職場管理 跟合理的人際摩擦 我們等一下看到的案例 會帶大家去稍微分析一下 有的時候職場裡面出現一些 讓人家很不爽的事情 但是它是基於職場管理而發生的 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比如說 你就是進度到了 沒有把東西交出來 你把事情搞砸了 你把什麼案例弄錯了 所以在管理上面 你勢必會遭遇到指責 但你不可以說有人指責你 他就是霸凌啊 因為他如果說是個 職場管理裡面的一個合理現象 也就是說 作為一個上級 他跟你講這個也是很正常的 那這就是個合理的職場管理 什麼叫合理的人際摩擦呢 後面也會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職場裡面你很難要求說 每個人都喜歡每一個人啊 其實在學校裡面也是一樣嘛 你跟每個同學都很熟嗎 總是會有些人 你畢業之前講不到幾句話 或是說看到總是會 互看一眼互不爽的 都有可能嘛 所以你總不能說在職場裡面 有人進來沒有跟你打招呼 有人去喝茶 叫飲料沒有幫你一起叫 有人去吃飯沒有去找你 你就說這叫霸凌吧 他是不受歡迎的行為沒有錯 但是他是不是屬於一個 合理的人際摩擦呢 是不是人與人相處裡面 勢必會發生 或是發生了你也覺得也很合理 到腦裡都會發生的事情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也不會是霸凌啊 所以只要是個合理的狀態之下 發生了摩擦 他不會是霸凌行為 所以相較於這個合理的 這邊就出現不合理的 同樣都是職場管理 你用到這種方式 用到這種口氣 用到這種聲量 用到這種方式 就一般的客觀合理家人 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太超過 你要指證別人 你就好好指證 你有需要用三字經指證嗎 你要指證別人 你就好好說 你有不要用東西丟人家嗎 只要他的職場管理或人際摩擦 已經達到過分不合理的話 他確實有可能是個霸凌 所以霸凌行為大致上分為這三種 會協助大家可以去判斷說 我們接下來遇到了相關的案例 或是說我們等一下看到了判決 怎麼樣去進行一個初步的區分 違法的必定是霸凌 如果還沒有違法 但你不確定 你就要從這兩塊裡面去進行一個判斷 就是說 這就是目前我們處理職場霸凌 比較痛苦的地方 法律沒有很明確的給你一個職場霸凌的定義 但是法院已經在判了 你接下來也可能會遇到 你要嘛是處理的人 要嘛你是當事人 要嘛你是律師 總之你要處理這個部分 你就要試圖在這個地方進行一個判斷 他所發生的這個摩擦 是不是屬於一個合理的 然後來判斷說他是霸凌還不是霸凌 所以這就是一個三分類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光譜圖 所以大致上了解以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回來看這個部分 我們再次強調就是說 職場不是一個順心如意的一個地方 如果以後大家的職場都順心如意 那真的是不錯 在正常的職場裡面 你應該是充滿了競爭的啦 應該是會有壓力的才對 或是說你同事歸同事 但是你們之前在競爭一些業績的時候 你們總是會有人升遷 總是會有人下來嘛 總而言之 職場本來就是有壓力的地方 你不能說職場裡面出現到你不愉快的事情 你就說人家是霸凌 這是第一個要劃出來的線 那第二個 工作指導要求甚至同儕競爭 是經常出現職場霸凌申訴的一個地方 但是回到我們剛剛那個三分類 所謂的工作指導跟要求還有同儕競爭 他對你造成的壓力 他讓你很不舒服 他讓你半夜睡不著覺 但你會說老闆丟太多事情給我是壓力 是霸凌嗎 我們就要回去看 我們剛剛有那個三分類裡面 他還記不記得左邊兩個分類 職場管理跟人際摩擦這兩個項目裡面 我們必須把它區分為合理或非合理 我們要進行一個客觀判斷 去判斷說這個東西有沒有達到我們法律外界路的霸凌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我們等一下會去思考的一個點 接下來要去思考是我們要介入的深度到什麼地方 今天如果說一個很典型的霸凌是 有人來申訴說我覺得我的主管不喜歡我 他對我特別嚴格 然後每次聚餐的時候都找我 全部人都找我就是沒找我 所以我一個人中午就坐在那裡 他覺得這叫孤立 這是個職場霸凌 他說好我們了解這叫職場霸凌 他確實是人際摩擦 而且可能達到不合理的程度 可能有針對性 這可能都是 但是親愛的問題在這邊 法院介入有用嗎 法律介入這個事情要怎麼介入 難道你要要法院下一個判決 以後中午吃飯不能有人落下來 那執行處怎麼執行 你要怎麼用這個事情 所以你會發現職場霸凌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或是很多勞動法都有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就是 法律可能沒有辦法幫你解決這個問題喔 但是你們每次就說法律在哪裡 我要告訴你 為什麼法律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職場霸凌 就是同時我們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這個問題 內部的運作真的適合我們外部來介入嗎 如果說我們不能夠用傳統的法律訴訟來介入的話 是不是改用企業內部的機制來處理會比較好呢 這是第二個我們可以去思考的點 所以整體來說我們這個職場霸凌的定因管理 我會用這個做一個結論 我們要尋求一個勞工權利跟企業管理權的平衡點 我們不可能要求說企業裡面 企業的雇主的目的就是讓大家每個人都和樂融融 那這樣以後大家每天進辦公室電視 就要跟每個人打招呼 每被打招呼的人會覺得他被排斥 然後所有的事情就要變得這樣非常的和樂和善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那勞工權跟企業管理權的平衡點怎麼畫 會是職場霸凌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我們剛剛就跟大家大致上先區分了一下 職場不上歡迎行為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非職場霸凌 我們目前大致上了解上會有幾種樣貌 第一個 它是不受歡迎的行為一定是不受歡迎的嘛 但是還屬合理 什麼叫合理呢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職場不是一個大家交朋友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工作的地方 是有競爭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你的摩擦極度輕微 那就不會達到我們用法律去介入職場霸凌的一個必要 什麼叫極度輕微 比如說他可能是偶爾暴衝的一句話 他講話出現了比較強硬的字眼 當然很多人是法律系的嘛 如果說你以後工作的時候他說這個 你的這個都弄錯 你的學位是用雞腿換的嗎 這樣有沒有一點侮辱性 有沒有一點貶低性 但有沒有很強烈呢 單次性的暴衝 目前的法院不裁認 他是職場霸凌 所以這次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叫單次性的暴衝 今天如果說這個主管平常跟你講話沒有這樣子 他現在突然間就對你爆出了這樣一句話 我說我沒有看過這麼爛的法律系畢業生 諸如此次這樣子的話就噴出來 或是說你這樣子考得上律師執照嗎 就這樣噴出來 很大聲在大家面前斥責你 但他只發生過一次 你覺得這樣子有沒有達到職場霸凌的狀態呢 回到我們剛剛那個圖去看 你說人家 你怎麼考得上你的律師執照的 有沒有違法 這樣一句話應該沒有違法 還說這已經公然無路了 應該還好吧 所以那應該是那兩格中間的其中一格 他必然是一個合理的職場衝突 或者是不合理的人際磨擦 兩種之一 那因為你先犯的錯 所以你老闆才跟你講了這句話出來 那是不是屬於事出有因 所以他是屬於職場管理的部分 那你覺得那樣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如果只發生過一次 如果他每天早上 你什麼大四小時 他都這樣這句話來噴你的話 那可能是不太合理 但如果一次的話 目前我們的法院認定是 單次性的暴衝 叫做合理 可能他當天心情不好 他可能家裡有事 他可能很多案子擠在一起 反正他如果平常是克制得住 但他今天一下子克制不住了 這是單次性暴衝 法院認定不是職場霸凌 但這個標準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斷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看 合理的人際摩擦 合理的管理衝突 這種事出有因的 如果被害者覺得他被霸凌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辯論說 他是不是屬於一個合理的狀態 如果是合理的狀態的話 法院也不認為那是霸凌 那現行的法院大致上有這幾個抗辯 是允許雇主拿出來的 所以他大致上可以劃分這一塊 是屬於非職場霸凌 我們等一下再看案例的時候 再給大家更多的這個例子 所以結論上來看的話 如果說我們要介入法律的介入跟操作的話 是OK的 因為有些事情 你不可能因為說 他平常在社會上面已經是違法 但是進了職場就沒事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們都要管 這是我們一致在要強調的 我們必須要把它限縮 然後著重在必要適當的部分才介入 也就是說夠嚴重 而且法律介入是有意義的 我們才來介入 所以我們用這個疑似的案例來給大家檢驗 我這邊給大家四個很重要的重點 它其實是我們看了很多國家的這個職場霸凌的判斷 已經我們可以判決以後 我們發現說不外凸這四個重點 第一個持續性 大家在判斷你是不是一個職場霸凌的時候 都會看這個持續性 為什麼呢 什麼叫持續性 也就是說你是不是重複發聲 我們剛剛有特別講到這個 單次性的暴衝不叫做霸凌嘛 所以目前來是我們台灣的法院會認為說 你這個事情如果要用法律來處理 要我法院來介入 你一定要有持續性 我不管那個偶爾暴衝的事情 所以持續性不管是什麼樣的事情 它必須已經發生很多次 當然你設定這個持續性是好是壞 其實是有判斷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反正我們台灣法律還沒定出來嘛 你覺得持續性作為職場辦理要件是好的嗎 如果要求持續性的話 代表說只有夠嚴重的事情 法律才會處理 一次性的沒關係 但是就等於告訴所有的主管或僱主或同事說 你有權利免費罵人一次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效果呢 因為法院說你要有出現持續性才OK啊 所以我要忍入我那一次 然後我正在用的時候 我就很用力的用下去罵下去 然後就說不好意思這發生過一次 所以不叫霸凌 那只有一次性的霸凌 如果要很嚴重不叫做霸凌嘛 法律不應該介入嗎 這邊就有一個不同的政策判斷 日本人覺得只發生過一次 如果很嚴重的話也叫做霸凌 這是可以思考的一個點 那 食害性呢 你霸凌人家一定要有實際傷害嘛 法律才介入嘛 如果沒有實際上傷害的話 就不介入了嘛 所以別人罵我說 你的法律學位是雞腿換的喔 他說哇他沒什麼損害啊 所以就可以隨 他就沒事了嗎 還是說我的霸凌一定要強到說 我回去睡不好覺 產生著智商的行為 或是暴影暴死的行為 或是我就看醫生 產生著實際上的損害呢 你要不要把食害設定進去 變成霸凌的一個重要的要件 其實就影響到案件量的大小 絕大多數的霸凌案件不會出現死害 但是他會出現心理上的壓力 跟很多不愉快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是第二個要去探討的地方 當我們在思考我們法律要不要介入 職場霸凌的時候 死害到底要不要判斷 然後這也是我們台灣判決 會去思考的一個點 我們剛剛那個持續性喔 目前絕大多數的台灣判決都要 絕大多數的法官在判斷的時候 如果沒有持續性 他都不認他是職場霸凌 那第三個職務關係 職務關係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大家有沒有 目前有沒有想像看 霸凌會怎麼樣出現 你們可能沒有上班過 或是你可能打工過 但是霸凌會怎麼樣出現 他只會是上對下嗎 霸凌只會發生在主管對你嗎 有些人搖頭了齁 不一定對不對 有時候你會發現你的下屬 根本就不像下屬啊 你的下屬比你還像主管 你下屬比你講話還像老闆 明明是我是帶你的 你現在這樣跟我講話是怎樣 所以職務關係是另外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設定 很多國家的設定裡面 霸凌是有職務關係的 他只管什麼呢 你看那個文字他會寫說 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懲罰 或不公平的這個處分 所以他如果說他這樣設定 全職務關係的話 他們的霸凌就只管上對下 所以今天如果是同事之間發生的霸凌 他們就不管了 下屬對上市的霸凌他就不管了 那這樣是你們覺得合適的一個設定範圍嗎 因為其實為什麼他會設定要上對下 因為他覺得 如果說不是所有讓人家不爽的事情都叫霸凌的話 那什麼樣都要霸凌 我們應該要避免有權力的人 有權力的上級 用他的權力去讓你沒有辦法在那邊工作 上對下 他覺得只有這麼嚴重的才值得 職場霸凌的法律來介入 所以他用職務關係的設定 但如果沒有這個上對下的關係的設定的話 那你的同事之間跟下對上才能夠處理 所以你們的想像裡面 你覺得同事之間的霸凌 是不是也要用法律處理呢 下屬對上市的是不是也要用法律來處理呢 會影響到你的職務關係的設定 那脈絡的合理性是第四個 也就是說什麼叫脈絡的合理性 在我們等一下看到的判決裡面出現蠻多內容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前因後果是合理的 法院可能不覺得這叫做霸凌 這不是一個法律外接入的霸凌 前因後果 你是不是真的犯了錯 你的僱主在指證你 還是說 對你確實罵了三字經 可是這個三字經 不是莫名其妙噴出來的 是你們之前在吵架啊 你們之前自己就先吵架吵起來了 已經變成很激動的一個狀態 後來才噴吃了三字經 那你可以說他是霸凌嗎 你如果說在職場那邊莫名其妙 有人跑過來就問候了你媽媽一下 這當然是霸凌 他甚至是公然無辱對不對 公然無辱勢必是霸凌 可是如果說你們之前前因後果 是你自己挑起的 然後你事後要來告霸凌 這樣OK嗎 相關的案子在姓哨爾的案子也很多唷 很多時候他來看 我們看看姓哨爾的案子進來 我們來調查 調查以後發現說為什麼有說他姓哨爾 因為他罵了違句XXX 然後那XXX問候了我媽媽 這裡面有信義偉的字眼 可是問題是你們之前自己在吵架 吵架以後噴出張話不是很正常嗎 他好像不是專門為了騷擾你而講出了那三個字嘛 所以你會因為文字的字意裡面有信義偉 就覺得他是信騷擾嗎 同樣的問題也是在講這個脈絡合理性 目前法院的思考點是很明顯的去非常關注脈絡合理性 如果說是釋出有因的 如果說你之前已經處於在爭執的狀態 然後出現了比較激烈的言語 那法院不認為那是一個霸凌 所以你看得出來 這四個要件其實就是 在某種程度上在台灣就決定了 到底會不會成立霸凌的一個思考 或者說今天如果以後你是當事人 你想要說你的主管或是你的同事對你進行霸凌 那你用這四個要件去檢驗看看啊 看會不會過啊 你才知道說這個案子到了法院 或是接下來我們去判斷請外面來調查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成立 如果接下來你到公司裡面你當主管你帶人 突然間你的下屬申訴你霸凌 那你自己也來判斷看看啊 或是說以後你們去帶領你的當事人 你的當事人說律師你幫我處理一下 我要去告他們霸凌 那你也得看這四個東西 這幾個是我們常見的法律系系列的這個判斷題 大家來思考一下如果是你 第一個背景是 你在處理案子的時候你引錯法條 明明是18400到294 隨便 所以你主管很生氣 他說你的法律學位是用雞腿換的嗎 這叫做酸言酸語的這場霸凌嘛 那如果說要經常發生呢 你們覺得這句話如果偶爾出現一次的話算不算霸凌 以你們的心理強度 或是以你們的生活經驗你覺得算不算霸凌 偶爾發生過一次 想像一下 你們覺得一次就覺得是霸凌很嚴重 你要用日本人的規定 一次性的沒有持續性的 只要夠嚴重你就會霸凌 有沒有覺得已經是霸凌 那如果經常發生呢 我們來套持續性 如果老闆不管大事小事 都跟你來之一句 你今天引錯法條說 你法律系的學位是怎麼來的 然後你今天遲到 他說你法律系的學位怎麼來的 然後你今天交東西比人家慢 你說你法律系的學位怎麼來的 你連打飯的咖啡他都說你法律系的學位怎麼來的 如果是變成這樣子的話 變得比較有針對性 你絕對有得到霸凌的有沒有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食害性 如果講那些話都沒有誘發身心狀態 老子挺得住 沒事 所以霸凌就不成立嗎 如果他每天來每天來 還是說真的要哪天我崩潰了 我才可以告職場霸凌 這就是設定職場 食害性要件的重要性 職務關係 講這句話如果是主管 你覺得算不算霸凌 講這句話如果是同事或客戶呢 你覺得是不是霸凌了 又會不一樣的答案 基本上客戶因為他付錢嘛 我們允許他比較任性 我們有時候要當他的沙包 聽他抱怨 你們可以理解嗎 那你如果要抱怨客戶 對你進行霸凌 好像也沒有人會理你啦 但同事呢 因為說主管這樣說我就算了 同事憑什麼說我這句話 他說你案子辦得很好嗎 難道你的肥味就不是雞腿患的嗎 然後你就互相告霸凌了 這種案子有時候就跑出來了 所以脈絡的合理性就會出來了 如果說同事今天互告 我們就要問說你為什麼這樣說他 他為什麼這樣說你 因為他先說他了 所以他就反他一句嘛 就叫脈絡合理性 這叫釋出有因嘛 所以如果是釋出有因的 互相的申訴的話 未必就會構成霸凌 所以你看大致上 從這四個要件你可以去判斷出來說 一個常見的職場糾紛 是不是會構成霸凌 或是是不是一個 目前法院想要介入的一個霸凌 那我們再升級一下 你的主管說你居然給我引錯法條 就把小六法掉到你身上 有的時候 比較激動的時候是會這樣子 他說你立刻把對的法條給我找出來 然後你就升入他霸凌的時候 你說他這樣子對我壓力很大 而且他意圖想要傷害我 但主管說我是在指導 他說連184都會搞錯 叫他自己找出來難道我錯嗎 我要給他法條沒有叫他背耶 我丟給他啦 還沒接好而已啊 這樣的一個行為叫做霸凌嘛 一樣來套嘛 如果只發生過一次 你就說 老闆今天心情不好 股市大跌 算了 但如果老闆不管大事小事 都是用這麼戲劇化的方式來處理的 你覺得有沒有到霸凌 丟小溜法 現在很多小溜法都在iPad裡面 要丟iPad 覺得這樣子叫做不用持續就可以構成霸凌的 對你來說的有沒有 那要到持續這樣發生 你覺得才是值得法律介入的霸凌的 所以你看每個人的生活經驗 對於職場霸凌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樣的 如果用職場老闆常講的話就是 每個人的抗壓性不一樣 那 一樣喔 有沒有死害 如果你 老闆丟過去 你閃開 沒事 可以告嗎 叫霸凌嗎 霸凌未遂嗎 如果造成黑色了 真的丟到了 算不算霸凌 死害性有了嗎 有沒有 你覺得這樣算不算霸凌 如果只丟到一次呢 算不算霸凌呢 涉及到你怎麼設定 死訊跟死害性 那這是有點危險的 因為你如果造成人家歐千 可能已經往往的偏向的形式上面 會構成要見該當的一個狀態 如果構成了他就一定是霸凌了嘛 那 如果是同事呢 涉及到植物關係了 所以 這每一個判斷 你用這四個方面去切割去分析出來 你大概就會找到一個類似的一個 大致上的方向是不是個霸凌 所以 這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去介紹的 就是說 目前我們這場霸凌 雖然還沒有法律定義出現 但是有現在的判決是用這四個東西 夾構出來的 然後跟世界各國的判斷沒有差太遠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析方式 那 這個東西到我們目前的法治有什麼樣的挑戰 結論上來講 我們發現說目前的法治都沒有辦法把 職場霸凌完整的解決掉 為什麼 因為職場霸凌的樣子太多種 還有分傳統跟現代性的各式各樣不同的一個類型 像 我們最常看到的 大家的 生活經驗也可以判斷出來 你也不用學什麼法律 就 樸實的方法你會覺得說 這樣不對吧 在職場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 肢體攻擊 言語攻擊 羞辱 脅迫 威嚇 這種東西 因為這已經踩到我們那個線了嘛 你在一般社會裡面做 侮辱 脅迫 攻擊 就已經違反民刑法了 它是必然是霸凌 這個不難 隔離孤立就是一個比較 難處理的事情了 職場裡面會不會出現隔離孤立 隔離孤立這兩個字其實 法律人用起來是有點便扭 這兩個字顯然不是來自於法律 你要都不幫你點 不叫你 你吃飯自己吃 類似這樣的一個事情 它其實是人力資源管理或是諮商 他們應該用其他的方式去處理的 但你如果說法律 我們這麼剛硬的東西要借來處理的話 是有點奇怪 但它已經變成一種類型 也就是說你如果長期是孤立一個人 孤立到最後 他可能引發他的身心症狀 那當他變成身心症狀以後 他會變成一個執災案件 執災案件他會反過來跟雇主提訴 說你要給我執災補償 他可能會跟你 孤立你的這位同事提出民事侵權行為 因為你的行為造成了我的損害 他最後會變成這樣一個狀態 間接構成 所以孤立隔離也是一個 常出現一個類型 還有這個不可能不合理的任務分配 不派工 它涉及到公司裡面的 這個工作分配的勞役不均 當然當事人主張勞役不均 他覺得說為什麼工作量這麼多 為什麼他工作量這麼少 那他侵水還比我高耶 有些人會覺得說工作量分配也是個霸凌 所以有很多種傳統型的類型 都會出現霸凌的申訴 那特殊類型 或是說我們覺得現代企業型 就是中間這一大塊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類型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職場裡面不同階級職位啊 或是合作關係 其實他本身就可能會有利益摩擦喔 你的同事也可能會有利益摩擦 因為你有可能在競爭一個職位 你可能在互相合作 但是你互相拖到別人的時間 都有可能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管理衝突型的 比如說烤雞爭議 烤雞爭議很常出現 很多霸凌申訴案件來申訴的原因是什麼 主管烤雞給我打柄 為什麼我是柄 我覺得我很努力啊 他給我打柄就是在霸凌我 他是個烤雞類型的一個申訴案 那打柄打椅一定是霸凌嗎 他是一個讓你不受歡迎 讓你不太爽快不太快樂的職場行為沒有錯 但是他沒有合理的職場管理的一個原因嗎 這邊就是他去判斷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那個三分類大家就來篩了 針對不當行為的調查處置 我們後面有個案子剛好是這一個 這當事人主張說雇主叫大家不要跟我講話 雇主叫把我的工作調到做我不喜歡做的事情 不是我勞動器裡面約定要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覺得就是職場霸凌 對他勞動條件的根本的變更 以及叫全部的勞工都鼓勵他不要跟他講話 你一乍看就想對好像是喔 可是雇主說這個人就是被人家申訴性騷擾啦 所以我現在把他換掉工作把它處理中在調查中 這哪裡叫做霸凌這叫事出有因吧 然後你說叫大家不要跟他講話 那是大家都不想跟他講話 因為他就騷擾別人啊 所以你看針對不當行為的調查處置 變成一個職場霸凌的申訴案案件很多期喔 還有一種涉及到職災的也是一樣 雇主覺得說你這個根本不是職災 你這個是假職災 你只是想來騙職災給付而已 然後勞工就覺得說你是霸凌我 我跟你申請職災也不給 然後你現在還說我是假職災 這都涉及到不當行為的調查處置 那嚴格要求這個就很有趣了 這個其實很多公司每次在討論到職場霸凌 或是說有時候我們就跟他們討論職場霸凌 他就覺得說我們如果沒有這樣去逼我們的下屬 我們公司就不會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 我們公司為什麼在國際上這麼有競爭力 我們為什麼毛利這麼好 我們為什麼每年都會有新的研發出來 因為我們要給他嚴格的要求啊 我們要給他帶他要斷練他 所以怎麼可以說我們是霸凌 所以那涉及到的問題是你到底是帶人還是刁難啊 你到底是合理的要求還是逼退呢 這邊的案子變成我們也有一點去分析說 如果你是要帶人你是要Push他你是要斷練他的話 你是不是已經超過合理的界限 那後面還有一個案子是關於這個私下評論型 這也是蠻有趣的一個例子 你平常在辦公現場或是在這個學校 你對人家講霸凌的話不當的言語就叫霸凌 可是如果你是在Line裡面講呢 如果你是在私人的Line對話裡面講人家 這樣子就叫霸凌嗎 照理說他根本不知道 他被講了什麼啊 那事後這個對話不然先流出去 你就可以來告我霸凌嗎 只是在這個地方會討論的問題 還有一些很多情況是 有些人已經有特定疾病 但是被工作壓力所激發 就是說他可能本來有憂鬱症 本來有什麼樣的疾病 他本來好了或控制中 結果來你這邊工作 因為壓力比較大反而被觸發了 所以他說因為你的工作壓力分配不當 太多的工作樣在我身上 導致我病發所以這叫霸凌 然後跟你請求損害賠償 這種案例就是其實是我們目前 我們職場裡面最常遇到 也必須要很嚴加去分析的啦 的一些部分 下面還有一些我們講說很難解的職場霸凌 基本上我覺得是無解 比如說職場政治衝突的 今天你來了一個新的主管 但是這個主管不是你們 既有部門這些人想要的人 你們既有部門這些人說 現在就應該讓老王升上去啊 老王在我們做了這麼久 他就應該升主管啊 結果沒有空降的一個老張 所以你覺得老王跟老王下面這群人 跟老張會合得來嗎 你覺得中午吃飯的時候 會不會他們就去吃飯 就只有你一個人在辦公室呢 這就是出現很典型的一個職場霸凌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隔離孤立 或是說其他的一些言語攻擊 但是這種事情 好像是又涉及到職場競爭 我們很難去處理 那個人風格交際型 也就是說有些人 他會說我這個人講話就是比較直 比較爽快 所以我講什麼話你不要在意 然後他可以講一些很粗魯的話 你覺得這是一個合理抗辯嗎 就像性騷擾很多案件是這個樣子喔 他就說我這個人比較熱情 我都會抱一下 不是在騷擾你 你不要在意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抗辯喔 但霸凌的人如果這樣講 你覺得很合理嗎 我這個人講話比較大聲啦 我這個人講話就是沒有修飾 我比較直你不要在意啊 你這個白癡你是學律 你是法律學律怎麼換來的 就這樣講出來了 這種霸凌 算不算霸凌了 如果他已經先講了 然後你還來上班了 有這種風格的主管也是蠻多的喔 以往我們就覺得說 這叫江湖市江湖廚 你不爽你自己換工作 但是現在 因為有這場霸凌的申訴的存在 他慢慢的會被拿出來挑戰 而且被挑戰了很多很多次 通常我們用合理性來判斷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你這個講這句話的必要性到底在哪裡 就會被打出來檢驗 所以這麼多行 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很多不同的案件類型 那在實際上你們如果去收相關的判決 你收霸凌不一定出得來 因為霸凌還不是一個請求權基礎 但是他會跟其他的請求權基礎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很多的案件長這個樣子 他在損害賠償裡面 所以你要收184、185 他是個 他來告的時候 他到法院告的時候 他是用侵權行為來告 但他侵權行為的背景是什麼 侵權行為總有一個背景 他的背景就是他霸凌我 導致我受有損害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的那個霸凌的判斷 會變成一個侵權行為是否成立的前面的背景 他在論述前面這邊的一個因果關係的時候才會出現 他也會出現在這個職災求償 也就是說 他來的 案子進來的時候 他已經進入到就醫的狀態 甚至他已經自殺身亡 他主張這是職災 他職災的原因是 他受到了職場霸凌 所以變成說職場霸凌又再次的變成職災是否成立 有沒有因果關係的一個前面的因素背景 他也有非常可能的結合勞基法 結合的違法解雇跟調動 也就是說 勞工來的時候他會說 我今天被解雇 被開除的原因 是因為我會霸凌 是雇主在霸凌我 所以才開除我 所以 他除了去論述勞基法上面的解雇事由之外 他變成還要去論述前面 他做出的解雇事由是否合理 還是說四個霸凌 他也會用這種方式來結合在一起 同時有可能會用調動 勞基法有個很重要的調動五原則 調動五原則 沒有涉及到說你如果要調動一個員工的話 其實你有很多要件要符合 你要關注他 他進的是否合適 離家他家有沒有太遠 你有沒有給他相關的補助 他的生活利益等等 他們常常被調動以後 他來主張說我被霸凌了 因為他把我調到離我家很遠的地方 這些東西都是在我們職場管理的那一塊 我們要去判斷說這樣子的管理衝突 是一個合理還是不合理的一個狀態 所以往往重點不在於這個真正的霸凌 而是在於說損害賠償的證據啊 違法解雇的證據這個部分 那這是你實際上去搜案件的時候 你要從這幾個案件去找到職場霸凌那些東西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不受歡迎的行為 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分類 所有的案件都可以框的進去 可是當你開始用我們那四個要件 一個一個去套的時候 你發現案件會越來越少 這是一個限索案件量的一個效果 所以第一個權力濫用 就叫職務關係嘛 如果你開始限 第一個限的是不受歡迎行為面 不是所有我們都要管都要霸凌 我們只管上對下職務關係 那你案子開始變少 因為同事之間的下屬對上司的案件 就被切出去就不是職場霸凌了 然後你如果再切下去 你再說好在這個案件裡面 我們還要看持續性 只發生過一次的我不管 要一直出現一直出現的 這麼嚴重的我才管 案件又要變更少 所以雖然說是職務關係才能導致 但是只發生過一次的兩次的 案子又不是職場霸凌了 所以這是第三次的限縮 你看案件量是越來越少 你再往下看 有沒有實際傷害 你是不是一定要有實際傷害 還叫職場霸凌 還是說還不需要構成實際傷害 只要造成我影響 或是說他的行為顯然是有霸凌 我就可以管 你就會陷到最下面去了 因為實際上霸凌會出現實際傷害的情況更少 所以你怎麼樣去想你那個四個要件 會影響到你到底有多少職場霸凌的案件 或是說影響到你們接下來要處理職場霸凌案件 在法院會不會成立 那目前我們法律 你看我們目前的法律的判斷其實是 每一個既有的法律管來採取不同的標準喔 如果說你要用職災相關的法律來處理職場霸凌 那你是非常限縮的 因為職災原則上你必須要有實際上的傷害才叫職災啊 所以你第一關你就把你所有可以處理的案件一樣說到最小了 這是職災的特色 所以你說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勞基法的職災沒有辦法處理職場霸凌 你可以處理一部分但只有處理那一部分有實際傷害的 沒有實際傷害的部分你根本扣不進職災的藥件 因為藥件的設定就是這個樣子 那勞基法跟民法呢 勞基法跟民法原則上它就扣得非常非常寬喔 所以它有很大的一個使用空間 你都可以從這邊到這邊你都可以用勞基法和民法來處理職災 但是它分別又有不同漏接的地方 目前最寬的是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是連不受歡迎行為它都管 你沒有一定要有重複性不要有職務關係 所以就業歧視最明顯的比如說職場性騷擾 職場性騷擾你只要是不受歡迎 它就可以啟動它的相關機制 它並沒有說職場性騷擾一定要有職務關係 只限於上對下嘛 沒有啊 它也沒有說職場性騷擾要重複發聲才管嘛 一次就夠了 所以就業歧視 性別歧視職場性騷擾 是目前拿來處理職場霸凌 可以涵開到最多案件的一個法律 這就是目前我們法律掃射過去的話 大致上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運用空間 但是這每一個法都有漏接的地方 這就是目前為什麼我們需要額外去探討職場霸凌的處理方式 那我覺得我們要直接進行案例 我們只講這個職場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的這個指引 這是目前一個根據職安法所導出的指引 這是唯一一個有碰到職場霸凌的 也是目前台灣的私人企業在處理職場霸凌的時候用的一個依據 工部門也是用這一個啦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新的制度是用這些是用這個東西來制定的 這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二項三款要求說 雇主有建立這個機制的義務 所以他有一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的一個指引 他的範圍是什麼呢 你看他的定義 他說勞工在執行職務中在勞動現場 遭受來自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第三方 所謂的不法侵害行為 所以從這邊來看雇主主管同事服務對象 他的職務關係怎麼設的 他就沒有線上對下了喔 他的職務關係就是只要是公司的人都可以囉 然後他強調不法侵害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的 這邊不法侵害我們會覺得說 所以你意思說只有不法的事情你才管嗎 那就有點麻煩了 因為不法侵害的內容 他列出來很多東西其實不是不法 比如說他的指引面有提到說 隔離一排斥忽視孤立 也叫做霸凌 但問題是我今天忽視你 孤立你違法的哪一條法律呢 法律的規定是說在職場裡面不可以忽視別人嗎 不可以孤立別人嗎 好像沒有啊 好像只存在於一般的人際關係的想像裡面嘛 所以這個指引他的立法是有點矛盾的地方喔 但是目前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一個指引法律啦 所以我們就大致上姑且用 總之他把這些都稱作為不法侵害 然後他賦予雇主去預防處理不法侵害 就是俗稱的霸凌的一個法律來源是這個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判決趨勢好了 我要用這個圖表來帶大家過等一下那四個判決 也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職場霸凌的三分類 從這三個分類你就可以去慢慢去判斷那四個要件怎麼運用 只要是有達到民刑事違法 就業歧視法 或西梅公共平等法 勞基法違法的情況 他勢必是一個職場霸凌 因為他已經違法了 剩下兩個就是我們在判斷 好你沒有違法 那你是合理的行為還是不合理的霸凌呢 特別是你是 同樣都是職場管理 同樣都是人際摩擦 他是屬於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呢 他會取決於你的合理性來判斷說你到底是不是一個霸凌 絕大多數的案件都是在左邊兩邊跳來跳去而已啦 所以從這三個地方我們來分 你大致上可以了解說這個案子大概會走向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例子 這叫做酸言酸語或指證霸凌相關的案例 這是一個105年的一個案子 非常經典的一個案子 他主要涉及到語氣 語氣不佳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勞工說什麼呢 他勞工是他申訴霸凌他是說什麼 其他的員工寄的email裡面出現了 五入漫罵的字眼 他說他被罵垃圾 罵垃圾 你們覺得有沒有太吵過 這是第一個他說被霸凌的地方 大家開始判斷囉 大家信裡面那個詞可以開始畫了齁 第二個他說 他因為這個事情 他請主管召開會議 他跟主管講了 他在申訴了 他說我是在幫客戶解決問題 我回了客戶一個email 結果我就被人家罵垃圾 他說為什麼 他說請主管出來把話講清楚 結果會議裡面另外一個同事要求他 講話的時候眼睛要看著他 他說這是第二次的霸凌 那在開會的時候 他說欸 眼睛要看著我啊 你講話 眼睛不會看著我 這麼沒禮貌喔 你覺得這樣怎麼在霸凌 如果有人這樣跟你講話 我覺得老師常常會說 同學不要看手機了 眼睛要看著我啊 這樣就霸凌嗎 但如果在開會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人 當著大家的面 指責你說 你眼睛講話說不會看著我 有沒有禮貌啊 這樣算不算霸凌了 有沒有不受歡迎 一定是不受歡迎 但有沒有達到霸凌的程度呢 是不是人際摩擦 是合理人際摩擦 還說這是職場管理 那是不是合理的呢 第三個事情 開完這個會以後 他已經很不爽了 他覺得他已經被針對 後來這個A主管 又把這個被害人 的作業安排再做到去 然後前面就是這個B 就是那個 你眼睛為什麼不看著我 會講話的那個B 他說你還故意把我安排在 這個人的對面 讓他一直看著我 讓他陷於長期的恐慌 所以他後來寫信的A主管 表示說 這個事情已經造成他的心理創傷 他還是沒有處理 就是他的這個主管 甚至在通訊環庭說 我擔心這個被害人 有被害妄想症 如果你是被害人 你覺得這樣子 有沒有達到霸凌的程度呢 我們剛剛有提到 有很多案件喔 他是用植栽的方式出現 他是這個類似的案件 他原本的憂鬱症 本來是控制中 結果因為這個職場的環境是這樣 長達4個月 所以他的重度憂鬱症復發 他就提出了勞基法務局 就有一條職業命的一個請求 他要植栽給付 我們來看一下雇主怎麼說這個事情好了 你每次看完 一方說法都覺得很憤怒 看另外一方就覺得 好像不一樣 公司這邊說什麼 公司說 沒有什麼職場霸凌的 其實是個人觀感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證明 他憂鬱症跟工作有關係 因為他本來就有憂鬱症 只是控制中 你怎麼可以說 一定是因為公司的關係觸發他呢 他先回應了這個 最大的植栽這個部分 他甚至提到就是說 他離職是因為他的 這個離家很遠 不是因為公司發生的植栽嗎 這是他針對憂鬱症的這個部分的回應 他進一步提到很多東西 然後後來被判決所採納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判決說了一個定義 你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有沒有很像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的試要件 法院先明確的說明 人跟人本來就有志同道合 何來何不來的差別 所以你不能夠說同事間有 有偶發的摩擦衝突不愉快 就叫做霸凌 這是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的 職場不受歡迎的行為 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霸凌 有的時候是合理的人際摩擦跟職場管理 然後這邊是霸凌的定義就出現了 你看一下法院試要件採的什麼東西 他說第一個 這個要連續的 所以法院才有連續性 這個法院認為說 偶爾發生過一次的不叫做霸凌 要連續性的才呈現說很嚴重的一個情況 然後你要有侵害人格權狀態 所以你要有死害 而且你要有社會通電上這個行為超過允許 也就是它欠缺合理性 這幾個要件 所以從這幾個要件來看的話 它輔助會去看著什麼 比如說你的行為的太陽 次數跟頻率還有人數 你如果真的覺得這是個霸凌的話 那到底它對你做了幾次 法院想要確認的是 這個事情已經嚴重到 我們必須要用法律來介入了 還是說這是一個偶發事件 你職場內部應該自己吸收 自己可以管理方式處理掉 所以從職場來看的話 它回應到剛剛那個問題 從職場這邊 雇主提出來的這個證據來說的話 你看一下這個email 也會不會有不同的想法 申訴人他說 客戶問了一個問題 然後那個團隊都沒有人回應 所以他至少自己跳出來 查了一下資料 就幫他們回掉這個信 然後那個團隊的人 就這樣給他一封信 他說謝謝你的幫忙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 這東西大家都懂 但是我擔心客戶會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客戶會不會覺得說太棒了 你解決我們的問題 然後這個團隊的人是不是都垃圾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問題 這個團隊的人都不回答 反而是一個團隊外面的人幫我們回答 那如果你想要當這個supporter 你想要管 那給你管好了 所以你有沒有看出來這個 後面的釋出有因是出於什麼問題呢 這個團隊外的人 跳出來幫團隊回的一個問題 回的問題 讓這個團隊的人覺得很不爽 他說 現在怎樣 你幫我回是不是 那 你就不是讓客戶覺得我們很廢 你很厲害嗎 客戶覺得我們是不是都垃圾呢 所以要這樣的話都給你管就好啦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是合理的 還是不合理的人際衝突呢 即使出現的垃圾的誌嚴 有嚴重到變成霸凌嘛 其實判斷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了 變成說我們要去一個一個去檢驗說 好你的糾紛點到底是什麼 然後一般客戶的遺產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會覺得不太爽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合理的人際衝突嘛 因為職場本來就不是大家交朋友好來好去的地方 偶爾就是會有衝突嘛 所以法院說 這邊垃圾也不是指你啊 揭開了這個後面的糾紛以後 垃圾合不合理 這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二個 垃圾不是指你 垃圾指的是 他們自己 一般人看就不會覺得那是垃圾在指你嘛 他們擔心的是你的新聞 讓客戶誤會其他同仁是垃圾 所以他這樣寫 所以他去把所謂的釋出有因 或是脈絡合理性把它解讀出來 那既然這樣的話 他就屬於一個部分同仁對於原告做法不認同提出改善意見 但是是合理正常的溝通 不是說同仁對你有些批評就叫霸凌 因為這是合理的 從這個脈絡來看 這個事情沒有超越合理的範圍 所以用這個方式的判斷 他就認為說這不是要多職場霸凌 所以那個四個要件的運用 大家會不會大家就比較理解了 對 那他同時也提到看著眼睛這個事情 看著眼睛這個事情很有趣啦 尤其其實很多地方問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應該是霸凌 有些人會覺得大家不是 但是這個法院認為什麼呢 他說要求講話的時候看著人家的眼睛 然後說你這樣沒有禮貌 其實這個法官認為客觀上來講沒有違背社會常情 有嗎有違背社會常情嗎 反正還好 反正他覺得還好 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第二個行為也沒有構成霸凌 因為正常人可能都會做這樣的要求 那把位置安穿在B的斜對面 使其長期心裡緊張 但是從他的辦公室大小來看的話 不管怎麼放你都看得到他 所以不可以說你硬是把他放在 讓他一直看到他 就覺得這個是壓力很大 是霸凌 所以種種的案件從看這個放下 你就發現他全部會跑到最左邊去啊 所有的衝突 要嘛就是跟職場管理有關 要嘛就是跟人盡摩擦有關 但是好像看起來都合理 所以他不會是一個不合理的霸凌 或是違法的霸凌 他就是屬於一個非霸凌行為 就算有一些不愉快 但是都還在合理的正常狀態下 這個案子就不會構成霸凌 再往下看 看看以後會不會遇到類似的事情 涉及到三字經 你如果就是一般來說勞工覺得說 他被罵了 他被刁難 他被侮辱 他被罵三字經 三字經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可以直接變成 形式上面的犯罪了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糟糕的一個狀態 但這個案子也有點特別 反正這個勞工主張說 他的主管罵他三字經 對他言語很不客氣 對他毀謹點點點點點點 然後他因為遭受職場霸凌 無法附和 所以出現什麼生活上面的 舊一點點點 所以他最後按照侵權行為 提出了訴訟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霸凌藏在侵權行為裡面的 一個經典類型 那 公司主張什麼呢 公司主張說 對我說了 我說了那些話 可是是有原因的 這個員工每次都在實驗室跟廠區 禁止抽菸的地方抽菸啊 屢勸不聽啊 那我跟他怎麼樣好生好氣呢 所以我每次跟他講 講到最後他都故意的嘛 然後他還指控說 他在故意上 在工作上怠惰 激怒被告 然後錄他的對話 所以有些話他不否認說 對有出現過 但其實是他在那邊 故意激怒他 然後故意錄下來 是他故意弄出來的 並不是一個職場的面 經常出現的常態 然後他進一步強調說 所有的尖銳對話 他指稱是霸凌的行為 都跟職責督導跟糾正有關係 所以他走的是什麼樣的抗辯呢 釋出有因的抗辯呢 合理性的判斷 法院又要怎麼看這個事情 這段話又跑出來 法院一直用這段話 那當然他的標準 我們大家可以來討論 他提到說霸凌是什麼 霸凌指的是長期重複的 重複性出現了 再次強調重複性 所以這個法官也是採取 一定要有重複性的 偶爾蹦出來的他不管了 然後他提到什麼 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 所以他有一個 上對下的職關係設定 然後你這個刻意的傷害呢 必須要導致說 他不斷的發生 並且造成生理心理傷害 必須要有死害性 他的標準跟前任的法院 非常的類似 所以你不可以是個 偶發性的衝突 你一定要維持一段的時間 所以從這個類似的標準來判斷 我們再來看這個案子 他提到說 這個公司為什麼覺得這不是霸凌 他說我是因為他天平校正的時候 他沒有按照SOP走啊 我每次跟他說我們公司 這個天平校正這個程序 是這樣這樣這樣 他每次都不按照這樣的方式走 所以我為了糾正他以後 我就開始急了 所以你看他就說 他就對他所生的話來質疑 說我拿下來還是要重新校正 我不如先做啊 他一直在狡辯嘛 所以他們兩棋是針對這個 SOP所產生的爭執 而不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雇主 就突然間拿他來發洩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主張說 這個事情難道有 權力攔有也不公平嗎 應該沒有吧 這個是很合理的職場裡面 會出現的衝突 跟你職務相關的 雖然說你有提高語氣 語量 然後有些情緒性的文字 三字經出現 可是他又是因為 你沒有按照紀錄方式來填載啊 明明時間還沒到你就亂填 你沒有按照SOP走 所以說雇主為了指證他 產生著激烈的衝突嘛 所以這叫做四處有因 不是莫名其妙哪裡開玩笑 或哪裡發現 同時他又提到說 好啦三字經有點不對 但是他不是個重複性發生的事情 他只是一個單一事件啊 所以在重複性的情況之下 就算出現三字經他也不管 他也覺得偶爾來一下 可能是情緒控制不佳 但不叫做霸凌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原告又說什麼呢 你再進一步看 是不是符合法院之前的判斷標準 他有說雇主在罵他說 誒你這個東西 括弧在哪裡 你有沒有戴眼鏡 要不要放在眼鏡給你看 這叫酸言酸語又出現了嘛 這就很像我們剛剛問的 你的法律學位是用雞腿換的嗎 酸言酸語 就算是酸言酸語 也是在用反諷的言語 在解釋辯解 以後你老闆如果這樣回應 你覺得OK嗎 如果說以後老闆罵你 然後你就申訴他 他說我只是用反諷的言語 在給你指證 大家覺得有沒有符合你們的合理狀態 好 旁邊提到說 所有的言語你不可以用 片段的字語就來判斷 他是不是霸凌 你要看他的前因後果 脈絡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言語 來綜合分析 這個言語出現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構成霸凌 用這樣的方式來判斷 所以從這邊角度來看的話 他最後導向還是在最左邊 你有一些情緒性的回應 你有一些三字經 反諷式的回嘴 對 但是這些東西都涉及到事出有因 而且他只實現過一次 沒有持續性 在法院認定裡面 這也不是一個職場霸凌 或至少不是一個 我們法院要介入的職場霸凌 公司內部可以用協調 用這個開會 用什麼人資金管理對談都可以 但是法律不介入到這種類型 這是另外一個類型了 那嚴格要求跟工作量的調配 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糾紛類型 這涉及道理是到底是這個 激勵還是羞辱 就是有些公司他確實是用比較 壓力大的方式來管理 來推你來push你 進行一個研發 他也表示說 我們為什麼會這麼優秀 我們為什麼會每年都有新的發展 就是因為我們採取這樣比較高壓式 也高機力式的一個推動 所以他說 他伸出他的主管 他說他主管每次對他呢 第一個他要求他做非分內的工作 甚至違反公司規定的事情 如果沒有達到 他就對他進行人身侮辱 攻擊或恐嚇 然後有一次呢 這個按照SOP 他其實是需要實際測試 才可以去填寫的 但他主管說不用啦 你只要 只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直接寫就好 然後這個勞工不願意配合 所以主管就說 在會議上就說 你的腦袋裝大便 你為什麼要這麼的僵硬 被人家說腦袋裝大便算不算霸凌 你在這張網下看 第三個事件 他是工程師 但他沒有負責管理 但是這個主管要求他管理外勞 所以後來有一次外勞 的機台出問題 所以這個主管又罵他 在會議上又當場罵他說 你這樣會死得很慘 有沒有恐嚇 老闆在會議上說你這樣會死得很慘 跟有一個全身刺青的壯漢 拿著一把刀衝過來說你會死得很慘 他的壓力有沒有差別 反正他覺得這也是霸凌 導致他說出現了這樣的死害 這種出現的東西都長得很像 你一定要扣一個有請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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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定 才可以告到法院去 那主管怎麼說呢 主管說對 我不否認我講那些話 但是這個是激勵 他說 對我講的還不止 我還有這些什麼 你們這些笨腦沒有用 就是頭腦裝大的便 點點點點點 頭腦不好不知變通 用語雖非紋亞 但是社會通論都知道怎麼覺得誇事 你怎麼真的就相信了呢 我只是講話比較誇張而已 所以不可以說這叫霸凌吧 就算我的語氣嚴厲一點 造成你不願冒犯 但是也是因為你事情沒做好啊 我是主管我在責備你而已啊 我作為主管我不指證你 難道別人來指證你嗎 所以 這是我作為一個職責 我必須告訴你的事情啊 那你不能夠說我什麼事情都要好好跟你講吧 因為我在指證你 所以我的重點是在激勵 也不是羞辱 為什麼 我為什麼講這句話 你在外面這樣做會一樣會死得很慘 我是在激勵他 不是在羞辱他說你這個人真的太爛 我是在告訴你說 你這個東西一定要弄好 你不能這樣做 那雖然每個人對於挫折的承受能力不同 但是你不可以就這樣說我是霸凌 大家可以接受嗎 移民以後也會當主管喔 你要想清楚喔 最下面這個 真點很有趣 他說我怎麼樣證明我是激勵他 而不是在侮辱他修辱他 我其實是個賞罰分明的人 所以呢我對下面很嚴格 管理語言有點欠緣容 可是我真的是激勵他 為什麼呢 因為這麼多工程師裡面 五六十個人裡面 只有這個人 我自己分了十張股票給他 如果說我真的很討厭他 我四四針對他想要把他幹掉 把他擠走 我幹嘛給他十張股票呢 所以我真的是把他當成愛將在培養 我在激勵他 所以 從這兩看的話就是主管這邊的說法啦 我覺得這個案子很有 很真實的呈現出來說高壓的工作環境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說 我們就是賞罰分明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要 事情很急嘛 不能夠等啊 客戶在那邊做你不能這樣搞啊 所以就一直要逼你把事情弄出來 法院怎麼看這個事情 法院在這個地方做了稍微不一樣的判斷 他說 他把每個字都切開來看 第一個 你們這些笨腦沒用 頭腦裝大便這個事情 法院認為其實已經逾越公司內部經營管理 上司糾正下屬的範圍 他認為這幾句話已經達到這個 情緒性發洩 所以現在你會思考一下 到底他講這個話是釋出有名是針對你的工作相關所做出的決定 還是他在發洩 有的時候很難分 有的時候本來在講的是工作上司後來變發洩 你也不知道 但是法院認為說 以他的生活經驗 他客觀來看 這幾句話已經達到發洩 所以應該有達到貶義人盛惠評價 人格的後果 所以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上已經踩到民行事 那一塊去了 他可能人格權會被侵害 他可能行事上會成立 可能喔 那 下面這句話呢 你在外面這樣做一樣會死得很慘 他就反而反而覺得說 對我講的話 有比較嚴厲 但是我實在看不出來有恐嚇 將來惡害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是OK的 這句話可能真的只是 嚴厲一點 但是沒有到達違法的狀態 上面這句話有危險 這是法院做出的一個區隔判斷 但是他強調 這個法院也是在意重複性 所以說就算這幾句話已經踩現了 可是也沒有辦法證明他長期講這句話 所以他可能只是偶爾因為特定的事件 蹦出的這句話 所以如果你欠缺一個持續性重複性的話 法院認為 你可能已經不恰當 但他不是霸凌 所以持續性要件是不是很重要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採線了 但只要沒有持續性 法院也不認喔 他一定要一個長期恐嚇 長期持續的狀態下 才會被認定是霸凌 當然這是有挑戰空間的啦 這是 也有每次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還是一樣被丟到最左邊去 雖然說這個腦袋狀大便 已經達到人格貶抑程度 可能是到這邊的民事免 違法了 但是因為欠缺重複性 他也不是霸凌 那上面這句話 也是合理的釋出有因的原因 所以整體來說都沒有構成到霸凌的狀態 最後 那我們就講 這一個 這個是 現代人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在LINE裡面說人家是白痴 會不會對那個人構成霸凌 如果是私下的LINE 我不是說公開群組喔 是在私下的對話裡面 是發生這個案子的背景 這個勞工跟他的這個同事 本來就有點不和了啦 因為常常要求他打卡 做一些 不好的事情 然後他說這個A會辱罵 這個原告說 白痴智障 然後在別人的 在與他人的LINE對話裡面 發表詆毀 他的一個言論 然後他還會偽造銷售紀錄點點翻 就是他們種種的糾紛啦 但我們聚焦在這個部分 他告霸凌這個地方 所以 公司怎麼回應這個事情 這個回應就其實是蠻直接的 他直接告訴你說 你這個是 非公開的私人通聯對話喔 所以你們私底下怎麼樣講別人 跟 職場霸凌應該沒什麼關係吧 雖然說事後這個話跑出來 但你也不可以說他是霸凌啦 那特別是 這個舉證問題 他說那個誰誰誰是怎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情況 你也沒有指名到姓 你怎麼知道是他呢 你不能如果截到這個圖就說 他說他在職場霸凌我 那 法院怎麼看這個事情 也是這樣看 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應 很多案件其實是在私下對話裡面出現的 他有很多話 比如說他就是有病 他是玻璃心 他是工作怎麼樣 點點點點點 這些問題其實很像是 大家平常會私下去評價雇主或評價同事之間會講的話 但重點是 你沒有辦法證明他是在工作場所公開場所所做的 如果說你在私底下罵人的話 那怎麼會是職場霸凌要處理的問題呢 同樣的 這個內容再怎麼看也是 他被霸凌以後的發洩的言語 就是說他就是因為做這個事情 他們傳來在家裡面說那個人是被人的 那個人腦袋有動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是個回應 他是針對這個 他的個人的事情來發聲 發表個人言語跟 批評的言論 這是屬於個人言論自由的部分 他也沒有對外公開 所以如果說是 私下的一對一談話的私領域 對他人 進行的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的評論 這應該只是抒發個人情緒 但不應該是我們職場霸凌要處理的範圍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吧 但也不是說你們就可以在LINE裡面隨便罵人 只是說如果變成職場霸凌糾的話 他應該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這個案子最後也是被丟到最左邊去 因為他是屬於非公開的私下言論 就算有摩擦也是屬於 合理人際摩擦 所以大致上 這就是這幾個案子的最主要的一個 風格啦 目前我們處理職場霸凌的一個狀態 所以 回到我們剛剛做個結論 職場本來就有壓力 合理要求可能很嚴格 但是 我們要求的其實是一個尊嚴的工作環境 而不是一個無壓力的一個環境 這是大家必須非常明確知道的一個東西 那職場霸凌也不是所有都適合用法律來處理 但是從目前的這個開放式工程要件 比如說重複性具體傷害 合理抗辯這些東西 我們會大致發現說我們目前處理的方式 處理的界限以及法院所畫出來的紅線在哪裡 那在我們實際上的職場霸凌法出現之前 這可能就是目前有效的一個 法律的一個界限 然後大家也可以用這個標準去判斷說 你未來遇到的案件或是你自己遇到的案件 是不是符合霸凌目前的標準 很感謝各位的這個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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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